中共十九大上 孙政才与周永康等六名高官 被定性为阴谋篡党夺权 与此同时 副国际国务委员杨精落选中央委员后 到目前去向不明 有消息说 其实 王岐山查杨精和查孙政才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段开始 但由于孙政才的政治腐败要急于先处理 中共十九大10月24日闭幕 现年近64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杨精意外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 11月初 中共财政部部长肖杰已接替杨精 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 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外界预计 不久肖杰很可能将接替杨精的另一职务 国务院秘书长 目前杨精去向未明 海外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 11月15日的评论文章透露 事实上杨精的大名 压根就未被写进十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里 没有参选 何来落选一说 文章引述消息说 王岐山查杨精和查孙政才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段开始的 基于处理孙政才的原因关键是他的政治腐败 而杨精的问题则被界定为比较单纯的个人问题 文章认为 事实上 杨精自十九大庇母之后 即已不在国务院露面 他到全国政协担任一届副职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而54岁的前重庆书记孙政才 9月29日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 官方通报指孙政才丧失政治立场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将排场、搞特权、泄露秘密等六大罪名 美国之因此前报道 孙政才曾颇数前中共高层领导人 贾静灵、曾庆红等人赏识 被认为是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派系的权力继承人 在十九大上 习当局首次披露江派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后 郭伯雄、孙政才等六人既巨贪又巨府 他们牵涉的案件是阴谋篡党夺权